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萬事勝義 新一年 跟大家拜完年之後 歡迎收看焦點視頻 社長行運密碼 過新年自然要行運 這集我集中說一下 元神功是甚麼 元神功為何可以幫我們改變 做命改運是甚麼 跟其他人移形換影 有甚麼分別 以及社長你的元神功 跟其他人有甚麼不同 我這一集就特意找了一個真實的例子 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這次 我幫這位男士 四十出頭老闆 來的 賺到一點錢 所以臉上也挺囂張的 我知道你有看過這集 可能你忍不住笑了出來 就是用你的命來講 不過我不會用你的八字 我是分享你在元神功的表現 以及我幫了你甚麼 之後有甚麼留意 最主要就是元神功 怎樣可以幫人改變 原理是甚麼 一家之然 就是我劉東林的看法 未必是真 未必是一個道理 所謂的道理就是 太陽從東方升起 向西方落下 是不是一定是對到這樣 又不是的 只不過是那個分享 還有那個效果 還有那個道理在哪裏 大家要明白 不阻礙大家時間 歡迎啊 歡迎啊 那也是那句 未正式節目開始之前 歡迎去到我 個人專頁 Facebook的個人專頁 行運社長劉東林 去看看我有甚麼資訊更新 新年劉劉 抄回你的號碼 由年頭賺到年尾 行不行 OK 入正題了 今集就主要講元神功 還有龍竹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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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ít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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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ài 我就是 在龍珠的卡通中 小的時候 已經被人說像李太郎 那 如果大了 我當然是被褒詐了 失割了 補詐 哈哈哈 乖說器報在小型 她 leng breeding 想跟大家說 袁神功是什麼呢? 市面上 據我了解 有兩個派別 有一個比較V混混 像法科一樣 落地獄 去到一個異空間 又要燒多少錢 很法科 很妙語 很神怪的形式 我對這件事有點敬而軟之 抗拒的 敬而軟之 我不是很喜歡這件事 另一種去袁神功的方法 就是我正在用的 可能透過一些說話的引導 一些催眠 令到去到一個狀態 去做一些調整 從而得到一些想要的結果 那袁神功 我也是跟學生說 跟粉絲說 我就說 看看我對什麼人說話 如果我是覺得你不夠聰明 我就會說得神怪一點 每個人都不斷投胎 靈魂死了之後 靈魂就會回到袁神功 換言之 袁神功就是靈魂的居所 如果袁神功搞得好 搞得漂亮 裝修 落下盤 現世間就好 下一世也好 不然就很慘了 簡簡單的說 就繼續做 如果他是一些讀書人 會想想的 我會直接跟他說 我說 沒事的 袁神功 三個字 其實是名稱 名稱 不需要太過去驅禮他們 一件 exactly 什麼事物 總之 它就是人的潛意識的一種反應 有時候我們跟自己的潛意識 我們跟我們自己的潛意識去溝通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潛意識很想跟我們溝通 他就會用一個最貼地的方法 去向我們顯現 我們才知道自己內心裡 究竟想要什麼 例如打坐 站裝 這些氣功的冥想 都可以幫我們跟我們內在的潛意識去連結 而袁神功是什麼一回事呢 就是我們現實中會遇到的事情 事業 愛情 關係 財富 健康 甚至乎一些飲食上面的細節 都可以通過袁神功去表達出來 可以透露一點點的就是 當我們進入袁神功的時候 而袁神功裡面的一些擺設 經過一番的調動 擺一下位置 轉一下東西 會對我們現實上的財富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包括朋友 愛情 上司 同事 都有改善的話 這件事我們就去做了 為什麼會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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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我自己的派別 我自己相信所謂的改運 就是改變思想格局的意思 當思想不同了 概念不同了 我們面對不同的選擇的時候 就會多很多可能性 再一個比喻 譬如我們去餐廳吃飯 一打一個Menu 我們已經是9秒9的速度 可以找到自己哪些不喜歡吃 哪些可以吃 然後作出一個決定 同樣道理 所以這套做人策略 涵蓋在摘鉤那裏 選科那裏 找工那裏 投資決定 長還是短 多少錢 這些都是我們的既有模式 如果我們這個既有模式 辭之以恆地下去 不改變 命就是這樣 你沒什麼去扭 但是通過完成功的調整 我就會告訴當事人 你會有很多條路可以選擇 你不是只有這個選擇 你一輩子都會選A B C 再不是 最厲害就是D 你不會有其他東西 所以你的人生就只有四個模式 大家告訴你 你還有E F Z 一個E可以E1 E2 E3 F3 F4 F5 你有八九幾個選擇 你不要只選一個 給自己一些信心 去轉小小 那個腦 那個立場 那個概念 去轉小小 你做一個決定之後 所帶來的感覺 和之後的後果 是否不同 這個就是 做命改運的原理 就是說 都是說一句而已 落落一句 思想 創造實相 你的思維 的境界 你的胸襟 你的眼界 的高度 的深度 有多少 跟著配合行動 之後 就會有一番 驚天動地的風高遺跡 我們就可以創造出來了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 預見度 覺得 不行的 不行的 什麼都自己擋了 人生 就真的等死 隨緣任運 可以說 那個八字好 那個時候走運 你怎麼都會走運的 那些女兒來的時候 那些女兒始終都要來的 運過就沒有了 你走運才有女兒有錢 運過就沒有了 在原成功 可以加強我們的信念 和可能性 令到自己 去做選擇的時候 更加彈性 更加準確 更加聚焦 和多元化 所回來的結果 也會更加符合我們的心意 於是我們就可以透過思想 去創造我們想要的命運 好了 再補充幾句 話說 最近 就幫一個學生 去批八字加指微 我最沙加這兩樣東西 跟著他想改變一點點東西 我就感受一下容神功是什麼 其實容神功也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 他又想試一下行我們社長的容神功的方法 跟外面有什麼不同 那就大挂去眼界 這傢伙是龍族來的 他那個容神功 別人就要 譬如這樣走過隧道 有世外桃源 有一個月花香 然後有一個大花園 那傢伙是捲到水路的 他潛水 進去的 有一件事叫管家 在一個容神功的過程裏面 我們會召喚管家出來 去幫我們做事 這位同學的管家 竟然是一條黏魚 即是那些 黏魚的口很大 有兩條鬍子那些 他的管家不是人 是魚 他的女兒可能是旁征 我第一次遇到這樣 證明這個學生 他不是普通人 如果用佛教的概念去說 他可能是天人 天人裡面的龍族 水龍族 他也是有點濃 那些樣子也幾次 我第一次跟他批白自己的時候 我也是有一點點質感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捐到水路 這件事也說了給我聽 證明我 我用一些細族 大家喜歡聽這些 我的法力也應該有差不多了 否則我不會把人 帶回他去元神宮 入賭 那些是結界 不是很容易入賭 就算你怎麼吹 我本身身份也不簡單 也有些了道 才能帶到他去元神宮 如果這位同學 他去外面有機會的師傅 未必會入到他那個境界 不是每樣東西都是隨便入得到的 我自己覺得開心 證明有些收尾 也幫他調整了 他也有一個很滿足的狀態 還告訴我 他接下來了 他在事業上想做到一個什麼程度 我除了在元學上給他 我也是金融腦 我本質就是一個金融腦 我就是做生意的 那我就很理性在財富管理 投資的角度 他給了不少意見他 他也是OK的 這樣 大家調整到 那就最好了 很有趣的 我自己這樣的性格 這樣的能力 就是遇上這樣的客人 學生的 這一集回到這裡 下集見